京派与海派 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 所谓京派与海派 本不止作者的本机而言 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具的地域 故京派非接北平人 海派亦非接上海人 梅兰芳博士戏中至真正京派也 而其本贯则为无效 但是籍贯之都比 故不能定本人之公罪 举出的文漏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 孟子曰 居一气 养一体 此之未也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 上海乃各国之租界 帝都多官 租界多商 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尽官 墨海者尽商 尽官者在使官得名 尽商者在使商获利 而自己也赖以糊口 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贤 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但从官得使者其情状隐 对外尚能傲然 从商得使者其情状险 到处难以掩饰 于是往其所以者 随居已有清卓之分 而官之笔商 故意中国救习 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词 故意有其光荣 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 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 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 明碎身退者有之 身闻者有之 身生者更有之 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 若要关杀人放火 受招安之感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前年大难临头 北平的学者们所想 原以保护自己的是古文化 而唯一大事 则是古物的南迁 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 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 且有古术 且有古都的人民 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 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 伦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 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 我希望这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1月30日 不知念 不知的 我用证明了 那是 不知的 哪里 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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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 不知的 有点